打中 隐身单位的话 红弹比较好 不灭ez都来了 这把蓝开吧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敌军还有三十秒 打药权的最后一杯 碾碎它 感觉要被恶心放了 换个路线好了 主要蓝开往上 双击过去的话 弹蓝能防我们一眼 直接F6单开 看他们能抓不上 或者进野区弄对面弹蓝 这ez加泽拉斯手太长了 是 100% 来 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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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最近问的问题都跟不玩这个游戏的一样 先来人丢个影 这上路已经没血了 我还想抓上 打个蛤蟆看他也没来 没来的话进我们蓝区了他 蓝这边打野抓下很好抓 应该是去了 这个鱼月塔送了 这个点 正常来讲肯定到的 不是 你是掉了吗 你为什么打这么慢呢 我把鳄鱼来了 闪现还没给他 来个戒指吧 这鳄鱼这样子交闪 他又没装 他对线玩不了 他被压等齐了 先给了 让他跳不跳 他的路线应该是没打石头人的 去看一下了 他会比较多的 在外面的 希望把他给我来 这要撒不料 你帮他再多换 你帮我看他 你帮他一顿 你帮他一顿 这里只是一顿 我看你帮你帮他 我看你帮他一顿 的是帮你帮他 他还没帮他 那你帮他一顿 我看你帮他一顿 你帮他一顿 我看你帮他一顿 哪個賞都還沒給呢 他剛才去打我們F6去了 這可能玩的有點奇怪這個 有點看不懂他 大老遠去偷個F6然後抓中 OK 對面下落沒雙閃 可以弄一下了 我们这个两极鞋的 先扣减速一下 我把它往回顶 我再一个打两个 这边有人来了 这唐拉可能把我们也偷了 只要轮载就可以 但是我应该在打草丛 这个F6应该快好了 但是不等他了 吃这个河蟹去 干好了 这个河蟹的收益比较高一点 赶紧抓一下 这唐拉要来下 控制抵消 距离不是很远的情况下 他一抬手我们就给E啊 我来炸火 我再落后一下弄这个EZ 搞不了 状态不好 这也应该刷完 回去缺澳 慢慢收伤 除非 这弹蓝去有门蓝了 这不可以抓不上呢 这个鱼走纯属出的 他没摸看 而且他这出破败的散镜 破败散镜会比较弱 别啊 我这寻宝吃慢了 这血量感觉这阿卡丽应该要越了 蹲一下 他W没了先别急 他要E回来我感觉 给他炸回来 还要他死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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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谈来要偷我们野去了赶紧回 先来个巫妖 搭配一个风暴 爆发很高的 这个谈来已经死了 这个鱼这个血量可以御一下 让他以为躲在上 让他自己在上蹲来中 这血量可以Q完了 这条 我们现在下漏个点 然后呢让队友打小龙 立马去先分抓这个他呢 我有个惩戒在交个义吧 应该能逮到他 他这伙刚打一半 等我走过去的话 应该他打到残血 直接给他抢 给他扫个来口酒 看到没有 然后龙也是我们的 先分也是我们的 直接来个漏大闪击 给他秒 龙我要 先分我也要 龙我也要 我全都要 但是他这边好像留过一个眼 说过来也却不会被他包了吧 他把意给了抓上 刚说什么来着呢 说什么就来什么 我跟他想先升一级的 不应该去这边呢 去这个位置 他前面丢了一个眼 被他们看到了 全都过来 他现在是不是有什么软件 可以查对手战绩 我感觉我只要稍微一连胜一下 对面就会比较照顾我 只要这太平凡了 只要稍微赢个几把就会这样的 选人的时候 连对手都可以看了 不会吧 应该只能看队友 选人可以看对手 太扯了 选人都可以看对手 那不是跟开挂了一样 那我针对你棒就行了 选人可以看对手 那就是外挂了 我只能讲 还不会分号 真的假的 怎么会跟官方有合作吧 那你选人可以看对手 还不分号 那你还遮着干嘛呢 直接 直接对手ID也看到呗 直接查呗 对手 好 陸戰閃機 直接給他秒了 對面3AP 女妖肯定是要的 說個小女妖性價比很高啊 這錶用一次就沒了 但是女妖的話這個盾一直可以生成 有時候就是為了她的盾 大姆問起來大姆肯定想問 在哪裡可以買到便宜又好用 可以一直用的錶呢 盾在這個手錶微信776076 一般人我不告訴他 有需要錶可以加他 裡面有賣浪情天手卡地亞等等 各種市面上的錶都有啊 應有盡有 這平民的價格奢華的享受啊 一錶穿三代能量錶還在啊 需要手錶可以加微信7766076 來搞播中路 要來放眼色吧 我看第一時間為什麼沒溢出來 啊 你都看到我來了 你還要走呢 最久狂暴來一個 說不說來呢 有點針對呀 對面 來個帽子 有點慌了 還往左走 還走往左走 我都不知道多少年前就跟他有合作了 只是現在因為一些不可看慮的因素 導致現在合作的比較少 沒辦法 只能說 人不在江湖了 他 歡樂時光 就要開始了 我都不知道 我還是看一看 真的 沒有 我還是看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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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确实这个搞关系很重要 这个以前我是不信的 现在挺重要的 怎么说呢 你跟人家关系搞好 人家在原则上面的东西 理论上的东西 他可以给你放宽 你不搞这个关系的话 他其实你又找不到他的问题的点 人家也按着规章的上面来办事 有些事情他可大可小 你们知道吗 有时候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说他嘛 他也确实没做错 所以你又 只能说挺难的 就好比这个 手表这个是 我们直播间被警告的就会比较平凡一点 别的直播间可能 搞好关系的他也有 但是没这么平凡知道吗 就比如说他可以警告一次 他也可以不警告 他也可以警告了不扣分 他选择性有很多种 就是他的权利 这就是他的权利 单发却给你搞了一个最严重的 后面审核的人多少有点问题 扣分的人 嗯 我看你 他们来席 我看我 他想要 他 没有 我的 那 我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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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出了什么双倍没死 哇,打了500个闪现的不?他也没摸看呐,跟他叶楠也掉了呀 我说这话这操控也没在听 这听的话,私信一下我,我们有合作可以聊一下的 这样搞的我都宣传不了 我也可以谈 是不是别的主播有跟你谈过,所以你警告的扣的就没那么频繁 确实我们直播间他妈太频繁了 比如别人打个什么三五六七八波他才扣一次分 我们直播间这一次他就扣分 开展一下项目合作,共赢时代 这个操管听到了私信一下 他绝对是有问题的,我就这么讲了 但是你去这个问题反馈了没有用,人家按规章办似的 也是属于是看敌人下菜了 他把盾破了,给他秒,垫一下 我想进步一下 不然这个直播越来越难做了 他怎么搞的,让我直接少了一大部分收入 1200发现了 怎么能当面 我不当面说我也不知道这操管他是谁啊 我也没联系方式,那肯定得直播讲了 主要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知道不 我还是他有联系方式,我直接去联系他了 他 有些操管是AI,有时候还是真能的 AI是AI,但是扣分的他一定是真能的知道吗 掌握这个权力的他就是真能的 他只是说有些AI他会检测 比如你说一些比较关键词他就给你检测了 但是具体扣不扣分不是AI说了算的 他后面有个人在点确认 我这个法权有点高了,再来个蓝药啊 有没有兄弟们去斗鱼音频啊操管 来直播先照一下我 他好像这种操管音频的要求不高的现在 赶紧兄弟们去应聘一下 这样的话让我上头有人一下来 就不会天天被警告了 去斗鱼音频一下来 有补贴你 有关系了之后就有补贴了 来个一耍A一耍 开个玩笑的 主播就这么随便一说你们就随便一听啊 别吓一把了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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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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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by bwd6